好 这两个女孩子摩托车 已经开始移动了 为什么移动呢 因为她要看前面有一个警察 在追一个闯红灯的人 所以他们要看那个警察 有没有追过去 好 没有想到 虽然在她的正对面 有一辆货车 指控了往后 整个移过来了 前面那两辆车子 后面的全部像打保龄球一样 全部都撞上去了 反而是刚刚在那边看警察 躲过了一截 警察先离开了 对 旁等这个是不是后面那个货车 前面那个货车 那个是不是失控 那个看起来就是很高速的倒车 又转弯 对 通常倒车因为只有一个档位 它速度不可能多快 那以这种速度 我强烈怀疑 这款工程车应该不会倒车吧 为什么会倒车这样 速度很快 速度又那么快 应该很少见 因为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上下坡 看起来还是平面嘛 所以这种速度我想应该是打倒挡 打倒挡 然后油门几乎是踩到底 这应该几乎是爆充 那因为是这个机械故障呢 还是说驾驶人有误触什么 或地上有什么维大利啊 什么罐子压到油门 我觉得极有可能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倒车的一个爆充 因为不是上下坡 不是手刹车的问题嘛 那只是说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 真的迷我他都不知道啦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机车 或者汽车的这个驾驶人 真的在台湾这种环境 随时要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我们前阵子不是才有一个机车骑士 他是绿灯 他就往前走 没有想到一个闯红灯的大货车 交流到下来直接撞上吗 就大概一个多月前的一个新闻嘛 那当然这个很遗憾 那计刺骑士当然没有错 我绿灯就换我走 只是说呢 我们知道台湾还是很多这种 不管是违规的或机械故障的 你绿灯走之前还是要切记 左右一定要看清楚 才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你知道那个南部地区 他们都讲说那个红绿灯 全部都是参考的 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吧 真的是红灯直着走 绿灯的时候停下来等一等 如果说这个车子的话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最安全的东西就是那个刹车 但是如果那个刹车 突然之间也断掉的话 那该怎么办 这里是发生在舒嬅公路上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被追撞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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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车快去 你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不起啦 刹车失灵 你再撞出来 对 把他撞下去 撞下去 刹车快去 要撞下去 你再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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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撞下去 我再撞下去 好 我们看到这段画面的话 如果仔细听的话 你可以听到里面有两个人的对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撞来撞去呢 那这个旁边的副驾驶座的人呢 应该是他老婆 他老婆就说 你怎么这样 怎么在这里撞这样啊 然后呢 后来呢 这一个先生 应该就是正驾驶座的人 这个驾驶 他就说 没办法啊 没办法啊 这个已经 我的车子没有办法停止下来 我不知道要撞下去 老婆说你赶快停在路边 他说我没办法啊 因为我的刹车已经失灵了 龐德 如果碰到这种状况 怎么办呢 是 这个很危险 其实我们讲刹车 就是你脚踩的这个地方 压力呢 可以透过一个封闭的一个回路 传达到四个轮子嘛 这Pasca原理 但是也因此 刹车整个回路 只要有一个地方是漏的 整个系统的压力 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我们讲X型的话 也只能说顶多保持两个轮胎嘛 所以今天被撞击的时候 如果真的运气这么不好 这一撞 就是把你这个刹车回路 某个地方撞开了 那真的一踩是没有刹车 非常非常恐怖 那再来就是说 你真的发现你车 脚踩没有刹车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 有些人会想 怎么没有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冷静下来 刹车有时候呢 在漏油的时候 第一下没有 放开再踩 可能就会有刹车 而且至少会动一下 一定要反复 反复踩 这个一定要记得 还是要反复踩 对 当卸压的时候 那是最后有可能 因为反复踩 就会顶一下 顶一下 刹到最后有没有为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反正你真的没用 真的没刹车了 当然就是要靠三臂 去压旁边的东西 或者是用手刹车 通常是不会坏的 但是手刹车不要急拉 缓缓地把它拉起来 再运用你的排挡 像下坡一样 打低速挡 这几个一样一样 但是一定要渐进性的 不要本来低得很快 突然又拉到一挡 那也可能会造成甩尾 或者是前面锁死 手刹车也不要瞬间拉 这几个步骤 一样一样慢慢做 应该可以慢慢停下来 大伟我一直以为 是应该手刹车第一个拉 但是碰到这种状况 我想说赶快把刹车拉起来 手刹车赶快拉起来 已经都没有刹车 一定拉手刹车 这拉手刹车的话 是假如说瞬间拉的话 那也瞬间就把轮胎给锁死了 这样反而会造成危险 当然假如这车子在上坡 那倒还好 可是你在下坡的时候 这时候看这个路况 本来就是一些很奇奇奇奇奇 或者是湿滑路况的状况 我是比较建议就是 先就是像刚刚一样 用这个手刹车渐进的 还有一个就是引擎刹车 引擎刹车打到低速挡 假如不管就引擎 给它打到低速挡 就是给它让它减速 再来就是靠三臂 当然在这里这个部分 它因为靠的是靠外侧 这边是海边的 是悬崖的 你这时候要选择三臂的话 反而是一个挑战的动作了 小云的话你会怎么处理 我基本上就第一个反应 跟静德哥一样 我会拉手刹车 万一如果手刹车 真的都没有办法的话 我就会让它顺顺的 慢慢磨三臂 可是基本上你磨三臂的话 他可能会比较害怕说 磨右边的话 磨太多 都会整个来车下去 所以它慢慢还往左边 可是我觉得切自己 有一个动作 大家千万不要做 因为它其实是因为 杀不了车是因为引擎 它会自己去往前 慢慢往前驱动 所以它也没办法停下来 这时候如果你把引擎熄火 那完蛋了 因为你的整个方向盘 都不会动 我其实刚刚有想到一个 引擎熄火到底可不可以 因为曾经我也做过这种事情 真的吗 完蛋 因为你瞬间 你没有太多想法 你一熄火 你整个方向盘是不会动的 你没有办法转 它总是锁死的状态 那时候更惨 它不会锁住 但是是没有辅助 完全没有辅助 又很重 你没有办法去牵动它 因为我们常看很多的 读者投出抱怨 我这时候有问题 我看一看 忽然间熄火 熄火之后方向盘也卡住 其实方向盘卡住 绝对是扭得动的 因为熄火的话是没有辅助 然后引擎有发动的时候 是有辅助的 并不是卡住 而且是没有辅助 可是它很重 它非常非常重 因为我曾经有开过 就是我那个power油 整个都漏掉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面 所以我在开的时候 我的方向盘是 几乎是非常非常重 我还是硬撑 从新竹慢慢把它开到台北市 下一点点油 然后甚至我还下来加那个油 让它可以动一点点 我等一下整个开完之后 我隔天双手都铁手 因为这太重了 因为太重了 所以千万不能熄火 这如果不能 如果它是在一个 失控的状况之下 我又不想去碰那个三臂 然后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是不是 油门不要加的情况之下 我如果能够掌控住的话 我慢慢地掌控 然后还是说 我的瞬间的一个决定的话 可能就 就会是应该要让它减速 还是我就是让它慢慢地 这样子绕着山路走 然后搞不好到上坡的路段的话 或者是旁边的地方 有稍微空旷一点的地方 我再往旁边移动 这样会不会好 其实这些都是机缘巧合 像刚才那个情况 你如果真的要到三臂去 那是对象车道 对 对不对 那个其实有危险性 因为苏花公路有时候 因为会有路队长消息 有一台车子 后面就会跟着一大堆车 然后中间就有很大一段空间 是没有车的 所以它是运气很好 它有办法 它这个好像也碰到是下坡路段 不然的话下坡路段 的话会好一些 而且它一开始是被撞的 对 那就很妙了 一被撞之后 它就一直不会停一样 好像那个划水道一样 而且前面还没有前车 对 对不对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驾驶也很厉害 这个驾驶居然能够躲过一命 它到底是怎么样办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弄了 好 它这个 其实它选择的这个路边很危险 其实很危险 因为这边的地方 它就撞到 这地方其实是弯道 对 很危险 这个其实也未必比较安全 还是没有停下来 这个真的 但是是下坡真的 这没办法 终于停下来 停下来 这时候保命最重要 弄了 你们这样左边走 你往右边走吗 也不对 你知道听到那个驾驶的口气 他是已经放弃的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但是他已经放弃了 他说 弄了 他是在警告 说我要撞下去 像好像那个 紧急迫降一样 对 撞及预备 通了 因为他觉得再下去又是下坡的话 他车子再不停下来 这太可怕了 如果是急下坡的话 那就完了 可是我觉得他做的是正确的 你可让车子去抹 你也不要让车子搬下去 对啦 可是他这个选择的地方 会不会也不太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急转弯 因为出发公路的特性是这样 就是你要嘛就是一大窗 可是他其实也是可以选择 在旁边这个纽车系护栏 那个纽车系护栏 他如果慢慢的切进去 让他卡一下 卡一下 卡一下 这样子 这个我们上次在讨论 那个翻车翻到国道上 我们就讨论过 护栏有两种 一种是纽车系护栏 基本上纽车系护栏 它的功能不是减速 它是让你在一个夹角切进来的时候 让你弹回车道 不要翻出去 所以这个悬崖 他这边就选择扭车系护栏 另外一种是那种铁 那种铁条式那种护栏的话 它就是有减速功能 你碰撞它的时候 它会变形 让你车子减速下来 所以他这个时候 如果选择用扭车系护栏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会让车能够慢下来 车都会直接会弹 对 会弹回来 对 会弹回来 只是说它这个风险是 这车运气很好 它用另外一项是对象 如果对面有车来的话 它真的可能也非常危险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应用我们刚才讲 低速挡手刹车 应该就可以让车子慢慢慢下来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没有用到低速挡 这个画面 感觉它一直保持着它的挡位 感觉好像没有 好像只是收油门而已 然后是试着刹车 一直试着刹车 它并没有再看起来没有 可是OK 它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式 就是避开来 它就直接去靠那个3D 加上它有运气好 运气好 不然的话对面没有大卡车的话 也是很危险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在那个路上 这个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 碰到那个刹车失灵的时候 你应该要正确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这段画面之前 也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我们这到底是不是道路设计不良呢 还是呢 这个驾驶真的出问题了 下车先下车先下车 好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是发生在基隆 那这个危险的路口 大家相信大家不陌生 去基隆的人一定都会经过这个路口 那这个路口呢 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这一辆车子怎么会突然之间 那个小货车 小货车怎么会突然之间呢 从对面的一个车道呢 急转过来到对面的这个车道 那对面这个车道 刚好有一个中型的一个货车 就跟它相中了 那差一点点旁边的这些骑士呢 全部都会被撞到 还好也是这个惊悚一瞬间 千军一法呢 这些人全部都躲过了 谁有经过这个路段 其实这个去基隆夜市 庙口夜市大概都会看到这个路段 依这个画面看起来 应该是那个绿色那台车子呢 显然是违规左转的 这条路 因为你看嘛 它内线还有一个车道 如果说它是可以左转的路况的话 它应该是从最左侧这一条线 做左转 而不应该是在那个桥蹲的右侧 那等于是中间线了嘛 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做左转的动作 而那在这地方 本身的设计有点问题 我们看那个桥蹲上 它有个蓝色 然后白色的箭头往右指 如果说这个角度看过去的话 你似乎会以为说呢 它那个蓝色的那一个标签 右边那一条路线 是可以走的 对 看起来 看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的话 你会认为说 那这一条路应该是 应该是顺向而不是逆向 应该是跟这个黄色的这一条 计程车一样 对 你会感觉应该是这样过的 但是呢 据我们制作单位去问当地的人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这个红绿灯 现在是左右可以转 你这地方左右可以转 应该是说 它这个蓝色的标志 告诉你说 你不能从这边转 这样转的话 这边是逆向 而是要绕过这个桥蹲 后方去转 但是显然会让人家误判 谁知道你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问当地的人才知道 你会以为说 这一条这一个线道就是顺向 但事实上并不是 但是呢 我们刚才讲 这个车祸的发生 主要是因为那台绿色的车子 显然是违规左转 不管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左转 它一定要从最左侧 这一项转才对 但它却没有这么做 而刚好这个危险路段呢 中间这个桥蹲 阻挡了绿车看到白车的机会 它看不到 白车也看不到它 我看看这道路设计 真的有问题 真的有问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在桥蹲的正中间的时候 我们驾驶人就会明显的把它做为是 这边是这边的车道 这边是这边的车道 也就是说呢 这一辆车子 它会直接这样转过来的话 我看它没有减速的意思 最主要是为什么 因为它看到这边没有车子过来 因为我认为这一个桥蹲的话 应该就是分隔了两边的车子 这边应该是全部都是往这边 这边应该是全部都往这边 所以它车子过来的时候呢 它会直接这样转过来 它一定是看到 然后明显看到这边 这边没有车 它就在这里回过来 它准备要在这里停 没想到这个车就在这里过来 它不知道左侧还有一个顺向的车道 对 它没有想到说 左侧还有一个顺向的车道 对 然后又在这桥蹲隔绝 然后看不到内侧那个车子 就撞上去 这显然是设计上很大的问题 我想基隆在地人可能都知道 这里有个这样特殊的路况 可是对外地人来开车的话 这真的是很危险 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大家开都会以这桥蹲为基尊点 在这里 我在这里看到 赶快 这快要变红灯了 我赶快这边转过去 就一转过去 没想到这边突然有个 突然也有个跟你同向车道 他已经直接觉得说 为什么他从这边出来 对 他会觉得他是逆向的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道路的设计 是非常的非常重要 可是偏偏 因为基隆真的是一个救市区 然后它有多项功能的话 真的很抱歉 危险就在这里面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道路耗制的话 有时候说实在的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看不太懂 然后又很乱这样子 这边也一个 那边也一个 有时候你是真的不知道 驾驶应该要看哪一个号制 或者是说哪一个标志 它才是正确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基隆的路段 这个地方其实是发生过 很多很多次的一个车祸 所以在行驶那边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留一下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货柜车 其实货柜车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货柜车的话 第一个是它的载高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重心不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呢 其实是直接的 转弯的时候 大转弯的时候 这个货柜车直接翻覆掉了